嗨 大家好 我是灣區接的阿強 今天我帶大家來到廣州的番茹 祈福新村 大家看到背後也有一個地鐵站 就是我們新開的22號線 距離我們的南站 就是一個站的地鐵 所以客戶如果從香港過來 就非常方便 由西九到南站也是45分鐘 由南站轉地鐵 一個站的地鐵就來到我們的地鐵口 大家看到外面也有寫著 祈福的名望天下 就是五年的免期分析 就是我們這個地鐵站的常蓋物業 這裡我們也有一個很大的巴士站 巴士站有直通包到香港、澳門、內地 有很多城市都有去到 出廣州也有 村邦什麼都完善了 看到我們背後的商場 我們有編分的 祈福編分世界的第二期 第一期已經全面開業了很多年 非常之火爆 而且我們祈福的 人口也有20萬人口 所以我們的商圈和食肆 非常之成熟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現在我們帶大家去參觀一下 我們周邊的環境和我們這個 樣板房那些 詳細的資訊 好,現在我又跟大家說說我們的區位情況 明望天下旁邊就是我們的市港路 還有金山大道西 而且距離我們的高速出入口 只有兩公里左右的距離 高速也貫通了我們大灣區的各個城市 而且去到我們全國各地都可以的 交通之便利 以及非常之成熟的商業配套 能夠滿足到我們20萬人的商城 而且我們的高級教育體系 就是在我們祈福新村 乘坐22號線的市港路站 大約距離我們的項目只有120米 業主下樓乘坐電梯 亦有一個無縫的連接 坐地鐵,往南就可以去到我們的番禺廣場 往北一站就去到我們的廣州南站 所以我們的香港朋友 如果坐高鐵在西九過來 只有一小時的生活圈 非常之方便 另外除了地鐵之外 我們還有很多巴士線路 有去香港、深圳、珠海、澳門 直通巴士 我們客戶無論出遊去哪個地方 都是非常之方便 在2020年12月 被稱為華南八大金剛之一的 中國第一村就是祈福新村 現在祈福也伸推明望天下 一共有五棟 每棟有五十多層 高度是179米 樓高已經刷新華南板塊 住宅的天際線 面積方面是78平方至175平方 價錢方面是45000元一平方 而她的物業公司 亦都是祈福自己的物業 所以她的物業管理 她是本身自己祈福的管理 我們的住戶是相當放心的 做得很接地氣 和很近人情 在她的交通方面 她近輪就是廣州南站 和萬博的CBD 去廣州南站 坐地鐵只是一站 22號線 就在我們明望天下 商隔來說 大概是120米左右的路程 南靠是大夫山的旅遊風景區 北靠是長龍旅遊度假區 在1991年的時候 已經打造了全國配套最齊全 常駐人口 接近20萬的中國第一邨 而長龍集團 是集主題公園、豪華酒店 和娛樂休閒於一體的 大型綜合旅遊企業 所以我們的客戶 將來在這裏投資 和升值空間 亦是很大的 因為周邊已經是 非常成熟的一個區域 祈福奔分會的一期二期 都是同屬我們的祈福集團 在我們的商業配套 和教育配套方面 是可以共享的 這也是我們本項目的優勢 醫療方面 有超六星級的祈福醫院 讓我們的業主無後顧之休 在2017年的時候 已經全面開業了祈福奔分世界 它打造了我們美食、購物、兒童玩樂之城 亦是集我們的吃、學、玩樂於一體 不單止祈福的業主 可以享受到商業配套 連我們周邊的居民 以及廣州市內的遊客 都紛紛過來消費 這裏也是我們全國各地特色飲食 盡在奔分會 當然也離不開我們各式各樣的咖啡店 而且明望天下 還有3000平方的下沉式水上樂園 明望天下 亦可以理解為我們站得高 看得遠 179米高的樓層 北向可以看到我們的小蠻腰 南向亦可以看到我們的大夫山森林公園 現在跟大家說說房間方面 有120平方的三房 它擁有7米的超大陽台 大陽台連通了客廳和和室 市場非常開闊 另外還有一個是175平方的四房 它有17.2米的超寬觀景面 非常靚仔 所有的護形都是南北的對流 三綿單邊 產品競爭力相當突出 無論是視野、彩光、通風 都是相當之到位 所以我現在結論一件事 跟大家說說 就是我們這個祈福賓婚會 上面有這個明望天下 而這個明望天下 亦都是我們一個投資 或者是自住 一個很好的地方 因為它的商業配套 是相當之成熟的 還有補一句就是 它的交通是非常理想的 現在我又跟大家說說 我們的房間方面 有120平方的三房 它擁有7米的超大陽台 大陽台連通了客廳和和室 市場非常開闊 另外還有一個是175平方的四房 它有17.2米的超寬觀景面 非常靚仔 所有的護形都是南北的對流 三棉單邊 產品競爭力相當之突出 無論是視野、採光、通風 都是相當之到位 所以我現在結論一件事 跟大家說說 就是我們這個祈福賓婚會 上面有這個明望天下 而這個明望天下 亦都是我們一個投資 或者是自住 一個很好的地方 因為它的商業配到 相當之成熟 而且補一句 就是它的交通 是非常理想的 這期節目也差不多了 我就跟大家說 拜拜 下期再見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期再見 下期再見 下期再見